衛福部八號公告限縮公費清官一號可用對象 引發了中醫界的怒火 外傳陳時中業會衛福部次長王必勝收證 讓限縮令緊急轉彎 也被藍雲酸說是地下部長 對此陳時中回應說 自己不會干涉衛福部的醫療政策 而衛福部長徐瑞源則開玩笑說 在自己過世之後也會變成地下部長 面對外界的揣測一笑置之 陳時中 中醫師姚奇函洞蒜 歡迎陳時中大進場 看來後援力度不受清官一號公費對象遭限縮所影響 清官一號也是我們光榮 各位你這樣的好好的勇 大家就來鼓勵攀手 政府自然有溝通的管道 比賽的時候 比賽這是一點的 但是不常小動作行政 至此還反批對手陣營小動作太多 用衛福部日前公告 15號起清官一號公費對象 限縮為高風險族群 引發中一切怒火 外傳陳時中業會 衛福部次長王必勝要求放寬限制 這傳言就被藍營撿到槍 是不是地下部長 我覺得大家透過這樣的報導 其實看得很清楚 我想最重要的 真的是應該要照顧到一般民眾百姓 我已經離開衛生福利部 我不會也不能去干擾或是干涉 衛福部本身的一個醫療的政策 強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過衛福部原先限縮公費使用對象 一度傳出有中醫師醞釀在後援會搶俠 可能是一時性的情緒語言 但是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安撫 那我們同時也趕快跟衛福部做聯繫 看來是安撫有成 而陳時中被形容是地下部長 現任衛福部長也用幽默打破謠言 哪一天我也會變成地下部長 就是已經死了之後 各種想像 所以這個我們就一笑自知 陳時中即便卸下衛福部長一職 但防疫體依舊是攻防焦點 這是宣皇室博 黃品林 下日生態部報導